Ford汽車召回超過25萬輛探險者Explorer SUV。 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etzer正在對此展開調查。 Netzer此前收到投訴連接車輛後橋和車身底盤的羅山斷裂, 可能導致全動軸斷開,引發車輛滑行。 Ford對此進行了軟件更新,設計了電子煞車, 但仍有車主投訴稱,他們的SUV在維修後表現異常。 其中一輛Explorer在時速30-40英里的速度下突然煞車, 車輛因傳動系統脫落滾落山坡並撞上電線桿。 另一輛Explorer則在司機試圖解除電子煞車時突然加速。 所幸這輛起事件都沒有人員受傷。 Ford召回的範圍包括, 部分2020年至2022年的2.3星Explorer, 三星和3.3星的Explorer Hybrid, 以及三星的Explorer ST, 還包括2020年和2021年的Explorer Police Hybrid, 和3.3星Explorer。 這兩起事件都涉及2021年的Explorer。 Ford代表稱公司正在配合NESA調查。 天后惠時記者編輯報導。